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尋找不到郭靖的下落 怎麼算好呢 對了, 六兄 那你問一聲 你來找郭靖到底所為何事 這件事說起來 實在是一言難盡 六兄, 既然你不當 頻道是朋友的話 我想我說多話也無益 頻道就此告辭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在下有難言之隱 如果在下有一件事 我希望你能夠幫忙 其實按道理 我不應該來找郭師叔 但是不找又不行 為甚麼呢 打個比喻 譬如兩個一個師父 要交害一個無辜的人 而你們知道之後 是否應該立刻通知他 叫他避開一下 莫非六兄 你就是桃花島門下的人 沒錯 這真是難怪你會過得為難的 這件事如果我不說 就對郭師叔不義 但是我說了就等於背叛師門 六兄 如果你不向頻道說的話 這叫頻道怎麼幫你呢 尹師兄, 六大哥 我想到一個辦法 不知道有沒有用呢 地主公公 陸母有一件心事 苦於無法向人傾斗 現在只能向你言明 希望地主公公能夠顯靈 幫我達成這個願望 地主公公 家父乃是桃花島的門下 在幾天之前 我祖師爺來到我們歸雲莊 不知道光流落外 為甚麼事得著師父 他們的徒弟郭爺 害死了我的蓉兒 我要他們填命 小師父, 小師父 小師父, 小師父 不要問多了 你要想盡辦法 替我打聽到陸怪的下落 不殺陸怪 難以燒我心頭之下 地主公公 江南陸怪是合意中人 而且跟我們龜魂莊 總算是相交一場 這次他捉獲了我祖師爺 生命危在丹靜 本來我很想通知他們 叫你離開一下 可是我們桃花島的門下 如果我這樣做 就等於背叛師妹 所以我跟家父商量過之後 就決定來到牛家村 找江南陸怪的徒弟郭師叔 奇怪了 為甚麼我爹會一口咬 還是你害死我 為甚麼爹要殺我六位師父 怎麼辦 靖哥哥, 你別那麼激動 拿著走放窩 我六位師父的生命危險 你叫我怎麼不激動 靖哥哥, 你那六位師父 效忠這麼編分 我爹未必那麼容易找到他們 但是我... 你相信我吧 拿著走放 不如我去聽他們說甚麼 由於郭師叔 是我祖師爺的未來女婿 地主公公, 如果我能夠找到郭師叔 向我祖師爺求刑的話 我相信我祖師爺 一定會改變初衷 但很可惜我現在還沒找到 但幸好我在路上 讓我碰到一片異牆的尾兄弟 和摘心人下的程姑娘 我希望他們倆 能夠懇求他們師父全真七子出面 來排解我祖師爺 和江南陸怪的恩怨 全真七子聲名軟薄 我想我祖師爺 一定要看著他們的臉上 把這件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那實在太好了 地主公公, 你放心 光湖上有任何不平事的話 只要全真七子知道的 決不會袖手不理的 地主公公, 如果全真七子出面 那就真的好了 但是我希望全真七子要小心 千萬不要得罪我祖師爺 如果不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武林從此就會多事了 地主公公, 全真七子威震天下 只要他們一大命出手的話 天下更有更大更難的事 也難不了他們 地主公公, 葬下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我祖師爺 一向都是獨來獨往 不問世俗的規矩 而且他最討厭的 就是跟他說甚麼大道理 地主公公, 全真七子從來 天不怕地不怕 只要你知所在的話 或許他是黃藥師黑藥師 也絕不退縮 地主公公, 既然這樣 就當我剛才的說話沒說過 如果有人看不起桃花島的話 就算天大的人情 我也不會接受的 混帳, 地主公公 全真教武功 亦是天下武術正宗 即使其他門派 武功怎能了不起 亦是旁門左道 怎能跟我們全真教 相提並論 沒錯, 全真教的確是高手如魂 但我相信絕大部分 也只不過是狂妄之徒 混帳, 你別罵我 我只不過是 目中無人的狂妄之徒 好, 今天我就要你見識 我們全真教武功的厲害 程師妹, 你竟然不幫這個外人 尹師兄, 我... 你們三個小子丫頭 這種三腳貓豐富 他已經拿出來獻醜 真是抵達, 招責他 三個剛才招責大爺是吧 教訓一定要得 慢著, 問清楚才殺他們還未遲 你呀, 你好說的 誰叫你扮鬼來嚇我 說呀, 死到臨頭, 還嘔吓嗎 臭臭臭, 耳仔順燒酒 大香城, 被死亡 這樣跟我說話是吧 原來你才是武功的 炸天裝傻的媽媽, 拿你命才行 祖師爺 爹 為甚麼黃島主會來的 當他真的來殺我六位師父 放心吧, 靖豪哥 我爹根本就不是 蠻不講理的人 我們還是看完牙紅那些壞人 這次怎麼壞了 為甚麼你會懂得桃花島的武功 武功?我沒有武功的 那你師父是誰?他現在在哪兒 師父 你吃西瓜, 你吃西瓜很甜的 我來問你 剛才人來打你, 為甚麼你要走 我...我不夠他打, 我就走了 誰說你不夠他打 我教你 他打你的鼻子, 你就打回他的鼻子 知道嗎? 打回他? 沒錯, 總之他打你一拳 你就打回他三拳 你現在過去打回他 不用怕, 有我在他不會還手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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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打我的鼻子, 你就打你的鼻子 你打我三拳, 我打你三拳 我來 小子, 你很乖, 變成大烏龜, 太好了 暗箭雙人, 算甚麼英雄 你不配跟我說話 一個一個就直接跟我走 好人看你眼前規, 我們走吧 走... 何道主, 我們師男告退, 請你揚路 我不是叫你們走, 我是叫你們走 你不想死的, 讓我走過去 東邪王藥師, 聲名鬼陣天下 晚輩可以在他跨下爛過, 真是三生牛 不錯, 韓信曾受跨下之勇 大丈夫難過難生, 算甚麼 算甚麼, 王爺都爛了 快點兒, 把你放開, 把你放開 走, 把你放開, 快點兒 快點兒, 快點兒 快點兒, 快點兒 我爺, 大忠軍, 要拜忠軍 走 徒孫叩見祖師爺 起來, 觀英 晚輩全真教 長出門弟子尹志平拜見前輩 我剛才叫個個都走出去 你留在這裡幹甚麼 前輩, 晚輩帶來全真教中人 並非那些奸繳之徒 你剛才說 我桃花島的武功是旁門左島 我想你見識一下 我旁門左島的功夫 王前輩是一代武學宗師 今天你仗著武功高強欺凌小輩 如果要殺就殺, 不必多言 你敢罵我? 我在你背後敢罵你 在你面前也一樣 徒師仔, 你真的敢罵我 現在再罵我一聲 罵不罵 我韻志平喜笑貪生怕死之輩 王老邪, 你失罪, 大膽 你竟敢罵我祖師爺 我拿你命 我為甚麼不敢 六大哥, 我也是全真教的門下弟子 要殺的就連我也殺了 程師妹, 做得好 王老邪, 你這個邪魔外道 要殺就殺 我王藥師本身就是邪魔外道 不爭就讓你多說我兩句 你師父也尚且是我晚輩 難道我會跟你這個小輩計較嗎 你走吧 多謝前輩不殺之恩 晚輩先告退 姑娘, 你不能走 等著 那個王藥師真是混帳 功夫能幹我們一點點 還要我們捐他的富浪 被人知道一定會笑到臉王 王爺更慘, 大金國王爺 這麼搞的還要見人嗎 師弟, 你又在胡說甚麼 我胡說嗎 你...你也有份的 別叫上人, 叫下人馬 你說甚麼 你說小句, 別說你馬 小王爺, 你說了 王爺, 你說我對不對 總之人須走路打路走 你看, 走過那條路 都有棺材經過的 大金利士 王爺, 為了運路走 這樣也好 爹, 我這件事要辦 你自己小心點 我會, 以後跟爹你會合 甚麼話, 謝拜同成親 不錯 好, 帥新郎新郎, 好好玩的 我又玩... 怎麼樣, 你們不是喜歡對方嗎 祖師爺, 我跟程姑娘 只是剛剛認識而已 甚麼時候認識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情投意合 好, 我看這位姑娘 剛才在危難之中能夠挺身而出 總算人品不錯, 跟你也很相對 冠英, 你不要再拖泥大水了 你說一聲, 你們到底願不願意 取她作為你的妻子 祖師爺, 我只恐怕 配不上程姑娘 混帳, 你是我黃藥師的圖書 就算是公主也配得上 怎麼樣 圖書願意 姑娘, 那你呢 老婆 老婆, 婚姻大事 應該由爹娘作主才是 拚 我黃藥師生亭 最討厭的是甚麼父母之命梅雀之言 今天我就偏偏替你作主 如果你是爹不服的 叫他來跟我打過去 我爹娘一屆文人 完全不懂功夫 那還容易 姑娘, 你自己作主 你說, 你到底願不願意 嫁給我這個徒孫 你不說話, 那就不願意了 算了, 我不會逼你的 管英, 我們走 不過以後不要讓我看見 你跟這個姑娘說半句話 不然我就割了你的舌頭, 知道嗎 祖師爺, 你等我一會兒 程姑娘, 在下武功低微, 無才無學 而且還身在草莽 在情在理, 我根本是高派不上你的 但是如果你不嫌棄我的話 你就遙頭表示 程姑娘, 這個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如果你是願意的, 你點頭吧 又不點頭又不遙頭 那到底是甚麼意思 人家不要頭, 頭就是願意了 黃重陽一生豪氣乾雲 想不到會收到一個 這麼悶悶悶悶悶的圖書 好吧, 既然你們兩相情願 那今天我就親自為悔 幫你們完成這條親事 滿英, 你們看看哪裡 可以找到一雙紅蠟燭回來 是, 祖師爺 向外拜天 夫妻對拜 向外拜地 夫妻對拜 好了, 禮成, 一對新人共防花燭 好呀 老師爺, 就在這裡 當然, 你們都是江湖兒女 難道每次要高床暖枕 才能動防花燭嗎 老姑, 跟我出去 好, 不用 我要玩動防花燭, 找大圖成真 我…我又要玩了… 老姑娘, 你叫甚麼名字 老姑娘 你父母呢 父母 誰教你武功的 教?我不睡覺的 伯伯, 我還要和哥哥 去找大圖成真 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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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阿虎走 好玩紅, 我一定最努力的 周伯公和溝陽風 爸爸, 為甚麼那個爸爸 爺媽媽出來玩捉衣恩呢 傻姑, 你留在這裡, 不要走開 好…我去看看 爸爸, 不要留下我 哥哥說堂真是胡鬧 明明叫他在皇宮照顧師父 怎麼會跑來跟老道摸捉衣恩也有 蓉兒 周大哥這樣跑了出來 師父不是一個人在皇宮了 怎麼辦 不怕的, 師父去祝辭多忙 一定沒事的 你猜一下今天是甚麼日子 今天? 今天就是我們成親的大喜日子 今天七月初二 是我三表姨媽生日 三表姨媽? 要不算下去 那你不是很多親親嗎 是呀, 只是唐兄弟姊妹 也有十幾二十個人 你說真好笑 今天是我們成親的大喜日子 可是我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對了, 你叫甚麼名字 你猜一下 不是小貓仔還是小狗 錯了, 是大老虎 大老虎, 這樣就對了 我專門打老虎的 不要 快點兒 掉心 泡歸, 你在幹甚麼? 洞房 老公, 冷了火, 他們怎麼冷房間? 你自己看看吧 老公, 你怎麼了?你的手這麼熱了? 靖兒, 老公 老公, 吞不住氣 不要 我忍不住 靖哥哥, 你這樣會走嗎? 蓉兒 你再這樣吧? 我怎麼... 靖哥哥, 不要, 靖哥哥 不要, 靖哥哥, 不要 不要, 靖哥哥 靖哥哥, 靖哥哥 不要, 靖哥哥 靖哥哥, 靖哥哥, 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事?靖哥哥 我看到你胃甲, 你有沒有刺傷你? 刺傷你 對不起, 蓉兒 不說錯 我不會怪你 就算是老頑童, 武功那麼高強 聽見我爹的燒身都會把持不住 何況靖哥哥你現在身受重傷? 對不起 你是甚麼人? 黃偉在哪兒? 是你 娘子, 你認識他的嗎? 何止認識他, 他是採花賊 好, 今天就幫你殺了他 不要... 今天有兩位好日子 你看他還有雙腳殘廢 放過我, 放過我 看你餓不出樣子 今天姑子就搖你一命 靖大小姐 我三天三夜沒吃過飯 我求你做個好心 給我一碗飯吃吧 娘子, 那怎麼辦? 你們剛好新婚 就當是做了一件好事 求求兩位 那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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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我可以多給我一點嗎? 出去走江湖 怎麼這麼無得意惡形呢? 快點說 黃偉在哪兒 快點說 你不說出來 我就找不到他 某些聲音在廚房裡出來了 你們兩個躲在裡面 我們也算有緣了 黃妹妹, 必來無養嘛 郭靖, 你怎麼臉色這麼差? 你受了好痛傷 洛陽克,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看見裡面那麼無, 我在外面那麼無 不如出來陪陪我 你再敢進來, 我打到你走去樓頭 黃妹妹, 你怎麼這麼兇呢? 你想打我, 你出來打我 我明白了, 你幫我治傷, 所以不能動 就讓我殺了你的小姐 好, 我不相信你們兩個 能在裡面躲在一輩子裡 好, 我不相信你們兩個 能躲在裡面把一輩子裡 你躲到家裡這輩子裡 那人家都會躲在那裡 好, 我不相信你們兩個 我現在出去找程大小姐快會一下 我要把你們兩個 不能專心療傷 走褲入魔才行 靖哥哥, 你沒事吧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想怎麼樣 想幫你們兩個忙 兩個成親共愛都沒動過房子 是不是不認識, 不如我幫你們 任賊 不要, 你要殺就殺, 我跟你多說 好, 我先殺你 不要, 我們跟你無仇無怨 你放了我上宮吧 好, 你要我不殺他 不過你要聽我的話 娘子, 娘子, 你不用理我 你到底想怎麼樣 沒有, 動房當然要寬衣了 我們把身上衣服脫掉 要剩下半年, 我就殺了你上宮 你不要亂來 傻丫頭 害羞嗎 害羞嗎 你出死的人都是江豬之母的衣服 你自己想清楚 要顧著自己的顏面 還是留著你上宮的命 你殺了他 你殺了他 這麼快就想做風娘小寡婦 你不娶嗎 我幫你娶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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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歐陽真是嚴福無邊 黃妹妹, 外面很熱鬧 不如一起出來玩玩吧 放手 你們兩個真是漂亮 歐陽細兄, 甚麼事熱鬧 小王爺, 你回來真是合事 你們兩個小美人 算不算天之國色 小王爺, 君子要成人之美 如果喜歡的話, 隨便下去 歐陽細兄 小王爺比較喜歡腳小的女孩 不如這樣, 讓我看看她們兩個對腳 看看哪對腳比較小的人 要選誰 小王爺, 真是一個妙人 我看錯了, 她的腳應該比較小 小王爺, 我有一門絕技 只要看她的臉型 就知道她的上下身是生成怎樣 是嗎? 那去看看歐陽細兄也對不對 好... 別動 真棒 果然是她的腳比較小 是嗎?小王爺 我都說我不會猜錯了 好, 我一意選她 好, 小王爺 真是好, 小王爺, 真是好 小王爺, 真是好 小王爺, 小王爺, 小王爺 小王爺, 小王爺, 小王爺 你...你這樣算我 我歐陽的終環變身 我真是想不到 今天竟然死在你手上 小王爺 不過我真的不明白 小王爺為甚麼要殺我 你知不知道她是誰 她是我美國門的妻子 你一次又一次地侮辱她 我不殺你還是男人 快點 總算是由康有良知 沒理由的 那小王爺不是這樣的人 一定沒有目的 怎麼會呢?她看到牧小妹 被歐陽克調氣 殺了她也很應該 不會這麼簡單的 一定有下文 楊兄, 剛才多謝你出手相救 青山常在, 綠水長樓 將來有機會我一定會報答 我倆先行告辭 軒遲, 見你真好 我很想念你 軒遲, 你有甚麼事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甚麼重要的事 這件事跟你有關係 你跟我來 二父二夢, 你都已經回到牛家村 你再天之靈, 我應該安息 你不遲就好了 軒遲, 你去哪裡 我們做的事都已經做完了 既然心事已了, 去哪裡都一樣 軒遲, 我很感謝你千條條條 送我爹和靈珍回來這裡 其實這件事 應該由我這筆小子做才對 你還有很多事都應該做 你還沒做 我知道, 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錯了 我現在父母分錢發誓 爹娘親在上 是以後一定會好好做人 不會辜負念詞對我的一番期望 好 念詞, 答應我 以後無論去到天涵海角 我也要在一起 永遠都不分開, 好不好 康, 你以後都不會再騙我了 是不是 你放心, 我一定會好好對待你 幸好有人來過 康, 你幹甚麼 找地方買去 你不會做的 你不會做的 你會想不知 你不會做的 你不會做的 你會做的 你不會做的 其實我真不明白 這種壞人你為甚麼對他這麼好 隨便把他劈在荒山野嶺 有些豺狼吃了他就算了 不行, 萬一留下了甚麼線索 被他的叔叔發現了一條絲就不得了 你可不知道西多歐陽鋒是甚麼人 如果被他知道了 他的兒子是我殺的 我一定會沒命 你為甚麼不怕 我們大不了可以遠走高飛 找大地方隱居就行了 就算歐陽鋒有點厲害 也不會找到你的 你不明白 我要拜歐陽鋒為師 暫時不可以遠走高飛 你要拜歐陽鋒為師 不錯, 當歐陽鋒不肯收我為徒 是因為他的武功不會傳給外人 如今他的侄染死了 我自然有機會拜他為師 你這算是殺歐陽鋒 原來早有預謀 不是為了救我的 怎麼知道 你想去哪裡 我殺他當然是為了救你 那你剛才說甚麼 為甚麼你總是這麼多疑心呢 我為了你 就算粉身碎骨也不要緊 我突然想起 既然他的侄已經死了 我自然有機會拜歐陽鋒為師 學他絕世武功 你也想我有一身好武功的 難道你想我這一生 蓉蓉鋒無所作為嗎 我只是不想你再做壞事 既然如此 你更加要留在我身邊 不斷提醒我 讓我不會做錯事 那你別再令我失望了 當然了 黃老邪, 你怎麼走得這麼慢 你追了這麼久 說說我吧 連老毒物你還沒追到 你暫停... 別管我, 你想出甚麼鬼計 你這個老毒物 我有甚麼鬼計 我人有三急停下來 方便一下也不行 黃老邪, 老毒物 別說不通知射眼 如果要方便的話就一起去 不然待會兒追著 不知道要甚麼時候才停下來 我不管你們了, 我先方便 真痛快 有一瓶兩天兩夜都是值得的 你們倆真的不急嗎 老毒物, 很痛快的 急就不要死定了 你有心了, 我暫時還有這個需要 老毒物, 急就不要忍了 忍療攻心 好像走火入窩而已 老毒物, 你慢慢窩了 先走 鳳兄, 在下也先走一步 為甚麼桃花島的總圖 會在奧陽克的手上 奧陽克, 我撿了一支龍獎 是嗎?在哪兒撿到的 我在廚房地下撿到的 在一間這麼破舊的黑店 為甚麼會有一支這麼精緻的陸像在這裡呢 慘了, 靖哥哥 讓楊康拿走了那支打狗棒 你不用這麼擔心 楊康他不是丐幫中人 就算拿了一支打狗棒 他也得物無所用 你不用了 希望這樣就好了 是我兩支白鵰的叫聲 蓉兒, 為甚麼他們會來到這裡呢 靖哥哥, 為甚麼他們叫得這麼怪呢 每逢他們遇到熟人的時候 他們的叫聲就會變成這樣 熟人 有人來 大學生的老婆 哈雷, 我見到他見你了 很開心 你這個傻女 為甚麼會自己跑來光臨呢 就是因為那支白鵰 蓉兒, 麻煩你做些小菜出來 隨便可以 好, 馬上就到 蓉兒兒, 來了江南這麼久 有沒有見過郭靖 有, 我就寫了一封信告訴你 你沒有收到嗎 有, 不過... 就是了, 我還照你的吩咐 把這對白鵰送給他 對了, 華真公主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你知不知道 在半個月之前 這對白鵰突然飛回來大漠 還叫我跟進南下 我擔心郭靖有甚麼事 所以我一個人趕來 沒理由的 這對白鵰明明送給郭靖的 怎麼會突然飛回大漠呢 糟了, 湯女 難道... 難道郭靖有甚麼不差 為甚麼那個蒙古女子 對你這麼關心 她是誰 她 她就是蒙古大汗的女兒 華真 她就是和你一起長大 青梅竹馬的華真公主 難道她對你這麼關心 靖哥哥 她和程大小姐比起上來 她好像會配你多一點 靖哥哥, 你做甚麼 你的樣子這麼怪 蓉兒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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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人家剛才跟你說笑而已 為甚麼這麼緊張 蓉兒 到這時候 我想我也要跟你說清楚這件事 華真, 其實是個未婚妻子 甚麼?你的未婚妻子? 真的是你的未婚妻子? 為甚麼你一直不跟我說 其實很多次我也想跟你說 只不過我憑你不高興 有時候我就會... 根本就忘記了這件事 你說笑甚麼? 未婚妻子這麼大的事 你也會忘記嗎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心裡 一直都當是兄弟姐妹 我從來沒想過要娶她做妻子 那你沒想過娶人做妻子 你就跟人家定婚 這頭婚才是大汗定的嘛 大汗說要把華真許判給我 我沒說喜歡 又沒說不喜歡 我只知道大汗的決定一定是對的 只不過這樣 當我遇到蓉兒你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不會再娶別的女人做妻子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靖哥哥 如果你的心裡真的只對蓉兒好 就算你娶別的女人 我也不會介意的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再理不住 郭靖安踏她為人忠厚 我想沒甚麼事 你不用擔心 對了, 郭靖武功高強 不會這麼容易有事 康, 廚房甚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 行, 我有分數 幾位 這麼問一聲 你們是不是認識郭靖的 是呀 難道這位兄弟 你知道他的下落 他現在在哪兒 郭大哥, 你死得很慘 你說... 你說郭靖他死了 不錯 郭大哥, 我一定會替你報仇雪恨 是呀 是不是真的 你說郭大哥死了 為甚麼一直沒聽你提過 其實知道了很久 不過怕你會傷心 所以沒跟你說 郭大哥, 你為人這麼好 為甚麼你這麼短命 郭大哥, 你幹甚麼 你瘋了 郭靖死了 我不想再做人了 有我下去陪他 你...你混帳 我們大海的兒女 怎能死得這麼沒價值 對了, 你死了怎麼跟郭靖報仇 不錯, 如果我幫不到郭靖報仇 世不為人 請問兩位 是郭靖甚麼人 郭大哥, 跟我有幾百兄弟 這位是我沒過夢的妻子 只要這麼說, 大家都是自己人 究竟郭靖安達是怎麼死的 實在想 郭大哥, 他是被朝廷奸官暗宣現成的 甚麼 你說郭靖安達是被宋室的奸官害死 那你知不知道奸官叫甚麼名字 我知道 我死都記得他的名字 他叫段天大 段天大 他一定要殺了你 替我安達報仇 想不到宋室的人出義反義 一方面就跟我們蒙古人結盟 連一方面又派人殺我們的金刀駒馬 簡直豈有此理 那你知不知道狗官段天大在哪兒 我當然知道了 我早就想殺了他 只有一個人世孤令人 如果幾位肯出手相助的話 就算我拚命也要跟段天大算帳 好,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棄程 好 好, 我查了段天大有奸官 走去北方 我們在北上追他 全真七子求見桃花島黃島主 丘道長 穆姑娘, 是你嗎 各位道長, 你們好 師父 你看清楚是這間酒家了嗎 是呀, 師父 弟子昨天就是在這裡 遇見桃花島主的 全真七子求見黃島主 丘道長, 這間客店已經沒有其他人了 是嗎 丘師弟, 過了一整天了 我想黃島主早就已經走了 對了, 你倆在幹甚麼 我認得你了 你不是把小白雕給我的道長 認得我嗎 姑娘, 你... 我認得你了, 你們在南方玩嗎 郭靖他被奸官殺死了 這次你一定要幫他報仇雪橫 姑娘, 你說的是真的嗎 是這位大哥告訴我的 你問他最清楚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 奴行幾位在村口稍後變黑 我有幾句話跟師父說 好, 那我們先走一步 楊康, 你說 郭靖, 郭靖是被誰殺死的 我問你, 誰殺死郭靖, 你啞了嗎 丘道長, 郭大哥... 二兄是被桃花島主黃藥師殺死的 豈有此理 郭老程真是心癢走難 連他晚輩也不放過 有事實 別用激動著 無緣無故, 黃島主要怎麼殺郭靖呢 地方不是因為 他和光顏無貴的恩怨嗎 可惜今天見不到他, 要不是... 你想捉到周八通嗎 捉多多全力, 來呀... 這聲音不是周師叔的聲音嗎 原來他老人家常在人間 聽到腳步聲 周師叔似乎被兩個絕頂高手追著 那你來這裡站著 快追幫忙吧 追 走 周師叔的輕功真是厲害 剛剛才聽到他笑聲 轉眼睛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追到周師叔後面那兩個人 武功絕對不在周師叔之下 周師叔的疑一疑二, 恐怕... 大師兄, 我跟山師弟 路師弟的腳踏比較快 不如就讓我們追上去看看究竟 你們幾個在座家等我們消息吧 好, 那你們萬事小心 是 嚴遲, 當我求求你吧 你跟我走一路走一路說好不好, 來 你不明白你怎麼走得這麼急 你是不是怕見到你師父 是呀, 我的確老爸見到他 我每次見到他 他就罵我認賊作父就是貪圖富貴 我不想再被人誤會 我不想再上去這些事, 你明白嗎 那你可以解釋的嘛 你不是不知道 我師父的脾氣多剛烈的 就算我解釋他也聽不入耳 所以我想將來有行動來證明 那就更好 嚴遲, 跟我先走吧 那些蒙古朋友在等著我們 來吧 匡, 究竟郭大哥是被桃花島賭豬殺死 還是段天德呢 你說清楚一點 你不明白的, 我有苦衷的 總之你相信我 時機到時候你一定會知道的 走 這麼快回來 幹甚麼?不想見到我們回來嗎 當然不是 剛才看到師父和郭師少伯出去了那麼久 我怕你們有事 所以剛剛想出去接應而已 甚麼時候變成全真教的弟子 我來問你 貧道應該叫你做完顏康 還是楊康那樣呢 如果弟子不是德師父和郭師叔伯的教誨 我仍然夢在古裡 既然今天演真相大伯 屠兒當然是勝出楊 以往的事, 希望師父你原諒 我已經跟念慈合力 把爹和娘的屍體埋葬回牛家村 師父 屠兒一定會痛過前妃 不會辜負師父你對我的期望 胸口說白話有甚麼用 師父 先父的遺物我一向放在身邊 以便朝夕提醒 先父是被金人害死的 二十年前 我和楊兄弟、郭兄弟 就在牛家村這裡相識 二十年後 想不到兩個故人都已經同歸黃土 只曾我武功低微 當年救不了他們 生死有名 優師弟你何必太自責了 對了, 楊康 你和穆姑娘成了親命 做甚麼 難得浪子回頭 我看你們兩個都應該及早成親 優師兄 不如今晚就由你作主 完成了楊兄弟的心願 好 你們兩個意思如何 一切但憑師父作主 從不會知道 長路多長 何必要知 變化無常 我但求知道 當夜情風涼 能找得到你來分享 何必再被 誰是聰明 如果我心 有你共鳴 好 幸福 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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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靈